9月5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对王立军涉嫌犯罪提起公诉 9月17日,秘密闭门聆讯隔一天,9月18日采取了公开审理 而就在王立军受审之前,9月12日,美国国会在华盛顿召开听证会 关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为 由于王立军被指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 因此这让在今年2月逃亡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王立军受审 格外受到国际关注 到底王立军向美国交出了什么样的情报 为什么有媒体认为这份敏感情报所涉及的厉害关系是前所未有 我们带您深度聚焦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在9月12日的听证会上 正义指称中共血腥活摘器官是魔鬼的行径 除了表示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参与这种罪恶的每个人都绳之以法 他还说西方主流媒体没有报道是新闻界的耻辱 要让中国人民了解美国和他们站在一起 这句话在王立军受审以及中共十八大幻届前 由美国国会议员说出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尤其是今年五月在王立军夜奔美国领事馆交出敏感资料后 美国国务院于人权报告中首度提到 中共活摘器官仪式更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今年是第一次有政府层级的 尤其是美国政府层级的人权报告提到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我们都知道这些在世界上人权方面具领导地位的国家 如果没有相当的事实跟证据的话 不会起如他的人权报告 从五月的国务院人权报告到九月的听证会 都让随后的王立军受审受到瞩目 九月十八日涉及被控寻私枉法 叛逃滥用职权和受贿四项罪名的王立军 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 但其实前一天九月十七日 王立军案就已经因为涉及国家机密 提前秘密审理 十八日早上六点不到 法院四周就已经拉起封锁线 将媒体出席旁听的人员律师层层隔绝 这反而让国际主要媒体更加关注王立军审判 因为除了王立军在今年二月初未求自保 逃亡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引发一连串中共中央激烈斗争之外 到底王立军交出了什么敏感情报 主要国际媒体已经开始聚焦讨论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九月十七日 就以王立军案背后的情报站为题 指出王立军声称拥有敏感情报 主动走进美国领事馆 其中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几乎是前所未有 究竟是不是还有更惊人的内幕仍被掩盖 从这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 美国的政府确实掌握了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 王立军把这些相关的关于薄熙来周永康 整个中共血在旁犯罪集团当中 参与活摘器官的暴行的证据交给了美国政府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务院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把这些罪恶的证据向国际社会揭露 律师强调王立军手上有的可是第一手资料 但在十八大之前王立军的审判 根本不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益的法律审理 而是为维护中共的政权 少数人的特权而进行的这些不公平的 没有完全揭露证据的一个审理过程 因此人权界的律师是完全无法接受 这种淹饰重大罪恶 把罪行证据当作政治筹码来掩盖这样子的行径 因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际媒体来要求 来曝光王立军审判过程当中的所有缺点 面对王立军9月18日庭审结束 24日就宣判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十八大将至 北京想尽速解决薄熙来问题 不过律师观察 王立军的审判与处理薄熙来之间 没有直接相关 因为依照薄谷开来和王立军所犯下的犯行 应该要在公诉和审理审判的结果上面 把薄熙来和周永康给曝光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权斗的结果还位于明朗 所以没有看到 他们利用法律做这方面的处理 震撼中共中南海的王立军夜奔美领馆叛逃事件 如今因为牵扯活摘器官而受到关注 究竟胡锦涛温家宝有没有勇气在十八大幻节之际 向外界曝光黑幕真相 将成为观察十八大走向的重要指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